江文导演的新片一步之遥的片场的最近不慎失火 那么到底这个伤亡和损失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来看看 起火的正是这个外墙已经被熏黑的化妆间 当天正在拍摄葛优的戏份 但好在影棚起火时正值拍摄间隙 只有少量工作人员在场 火势也很快得到了控制 片场有一点小的意外 但是很快就控制住 而且拍摄正常拍摄也没有耽误 我们剧组都在正常拍摄 记者也在发生火情后第一时间 感到了一步之遥的摄影棚 一整排灭火器已经被整齐的摆放在摄影棚门口 但是对于起火原因 剧组表示无可奉告 这个真的得由消防部门来说才比较合适 火势内说不太合适 我只能告诉你是损失很小 没有人员伤 然后这个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新日乐瑟线独家采访报道